還有主辦方就各項缺失 好 改善完成 市長怎麼看說金門這個漁船案 兩岸協商破局了15次 那今天這個立院的焦點是 管碧琳他的專題報告 不提壯傳兩個字 那你怎麼看這個局勢的緊張 台灣是民主開放的社會 我們當然尊重人權 尊重事事 而且我們也重視 整個區域和平穩定 所以中央政府應該要 負起責任進行 妥視的溝通跟協調 並且清楚地對外界說明清楚 市長這個蘇丹宏又出現在 總部但是現在有這個海底 老會擔心物流又流到了 北部那應對的方式 關於蘇丹宏實安的議題 衛生局有跟我回報 其實在事發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做各項的機查 相關下游廠商在台北市的 我們第一時間要求他下架回收 那目前並沒有任何下游廠商 在台北市有新增的狀況 當然我們目前也會持續做後市長的機查 只要一旦發現有違法違規的情形 一定是嚴懲甚至送檢調 絕對是依法的辦理 市長這個大巨蛋啊 就是說綠營那邊還是有點迷你跟 可能拷問者說都沒有盡到責任 會覺得你怎麼又來了嗎 我們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想在過去這兩天 我們突破了進場人數的新高 當然這當中難免會有一些缺失 那我們一定是嚴格要求主辦方 以及遠兄來即刻的改善 我們已經扮演好 給予權力協助以及監督的角色 我們就要講足音 其實應該兩次的幻子 其實 million多你的幻子 我們的幻子 我們 também可以拍攝